大家好,我是麦子轩的讲师,我叫马锡林 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三讲 就是蓝牙4.0 B21的协议站简介 那么说到协议站的话,我们就会先讲两个问题 那么就是,什么是协议站 然后协议站与协议的关系 第二个就是,如何使用协议站进行应用开发 那么什么是协议站的协议呢 就是我们顾名思义的话 就是像人类必须要有一种语言,它才能沟通,是不是 那么所以机器之间,电子之间 它就有一个标准,也就是作为一个通讯标准 所以就叫做通讯协议 那么协议就是,所以协议就是 定义了一系列的通讯标准 然后通讯双方 都按照 这一标准 进行数据通讯 对不对 然后什么是协议站呢 协议站就是协议的具体实现形式 也就是什么实现的函数扩 那么在蓝牙和这个bin上面的话 我们一般都统称它为,比如是蓝牙的,就叫蓝牙 协议站,然后是这个bin的话,我们就叫这个bin的协议站 比如在steam3的话,我们一般就是称它为固件库 其实是一个道理 那么蓝牙协议站就是说把各个层的定的一些协议的具体的实现方式 把它集合在了一起 然后以函数库的形式实现 然后并用这些给用户提供一些应用层的一些API接口 然后用户可以进行一些调用 那么我们如果再知道了解了 然后知道了协议站的那些里面的一些具体的函数啊 或者什么的以后 那么我们会如何进行开发呢 那么下面就有三个步骤 那么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第一个步骤首先就是 我们不需要 不需要深入的了解 协议站 它的一些就是说不需要理解 不需要了解那种协议站的 具体的一些复杂的过程 对不对 如果你 你总是去纠结啊 这个协议站这个函数啊 这个里面怎么去执行这么一件事 那你 那你搞了很久时间 你不一定搞得出来 因为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我们只要知道 它的数据 是从哪里来 需要到哪里去 这个就行了 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就是根据 协议站 然后调用它里面的一些函数 实现 自己的 一些 功能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这个 通过协议站了以后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还要做一些其他的功能 可以说 可能说 协议站上面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写一些函数 然后就是可以 去实现自己需要的特定功能啊 当然一些常用的功能啊 什么这种协议站上面都会有 所以只要完成这的三步 然后我们就把它 把它建立一个工程 不过我们是肯定是先建立一个工程 然后再去安装它的协议站 然后再去 在一些我们需要开发的地方 然后就去 按照这个步骤去应用它 是不是 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写一些代码 比如你现在要一些什么功能啊 然后 要一些其他的特定功能啊 然后一般普通功能的话 它这个协议站上面都会有 你只要自己去 看一下就行了 然后我们就讲一下具体的 协议站的一些结构 或者我想讲一下结构 它大铁的 它是协议站的 当然就是这个 分成这么多层 然后第一层的话 我们就是讲的那个 Fricle layer 那么就是物理层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这里就是链路层 那么第三个就是主机接口层 第四个 就是那个逻辑链路与适配器协议层 那么这个就是安全层 对不对 然后就第六个就是通用层 通用的接入层 第七个就是那个属性协议层 然后第八个 这个就是一个通用性属性的剖面 那每个层具体是干什么的呢 我们就讲解一下 那么物理层是干嘛的呢 物理层呢 就是每颗 它就是一些 就是它的一个硬件基础 对不对 那么硬件基础提供的一些什么东西呢 那么就是心道带宽 提供的是两兆 然后还提供了三个网博通道 当然还有数率是一兆 一兆的数率 那么链路层呢 它是干嘛的呢 那么链路层就是执行一些鸡蛋协议 就是就是执行一些鸡蛋协议底层的数据包管理的协议 那么主机接口层呢 这个层的话 主要就是说 它是提供一些 就是主机与控制层的一些通信方式 一些命令事件格式 然后重用蓝牙标准 那么它对于传输层的一些接口 比如一些串口啊 USB等等 那么第四个 是什么层啊 第四个就是逻辑链路层了 比如什么 适配器写层 那么这个层是干嘛的呢 这个层就是为它上层的提供数据分装业务 然后提供端到端的逻辑数据通信 第五个就是安全层 安全管理层的话 那肯定就是定义了一些配对 以及密钥分发的一些方法 那么提供其他协议层的 就是就是其他协议层之间会有一些通讯嘛 它就是给它 来实现一些安全的建立连接 以及数据交换的一些安全性的一些方面的东西 那么第六个就是通用接入层 那么什么是通用接入层呢 它就是定义了一些通用接口 就是供应 供应用层和它那个底层之间的那些调用 比如你就是你的开发的一些应用 你要调底层的一些硬件模块的一些东西 那么你肯定要通过这个去调用底层的一些驱动模块 去去实现它一些功能 所以它就会同时封装一些安全 设置安全的一些API的一些函数设置 那么第七个是属性协议层 什么是属性协议层呢 它就是允许设备与属性的形式向外设设备暴露它的一些数据 然后在比如在ATT里面的 它就是暴露自己的一些服务端 然后另外就是一些客户端 就是ATT这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这个功能主要就是比如就像一个观察者与那个 叫什么我们上次之前讲了一个 就是广播者与观察者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它它一直在广播自己的一些数据一些属性出去 然后你这个观察者一观察到它以后 你就可以把它一些属性把它提出来 那么第八个的话 就是什么通用性的属性剖面 通用属性剖面是干嘛的呢 它主要是一种具体的使用属性协议的应用框架 定义了属性协议的一些应用架构 就是什么 就是通过这个层 我们就可以开发一些 就是这里面开发一些自己的一些应用的东西 然后它这里就是做好了一些应用的一些框架 我们就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些开发 然后整个它画就是这个一个结构 当然它里面还会有一个就是说 功能类似一个操作系统的 然后它其实又不是操作系统 一个一个小系统 就是在呃在应用 然后一些进行一些管理方面 它类似于操作系统 但是它也不属于操作系统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就是具体的一些蓝牙的一些 呃 每个分层怎么分 这是为什么我这里只分了那么一点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大概的框架 因为你要想分的很细的话 那一些 还是可以分的更细的 有的 不得的厂商 它会提供一些不同的一些结构图 但是大理大概的话 它是一样的 只是说每个里面的细节可能会不一样 那么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资料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